记者01章嘉义报道,2018台湾灯会在嘉义县举办,为应应灯会期间需要的工作人员,劳动部劳动力发展属于嘉南分属嫖子就业中心,将在1月19日举办灯会职确真才活动,提供求职者临时性工作,过年期间想赚点红包钱的民众可把握契机。 朴子就业中心表示,征才厂商为金龙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,征求接驳车司机、服务人员及售票人员共80个职缺,工作日期为2月16日至3月11日,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,轮班工作地点在嘉义县政府登区。 磁力整合行销有限公司征求导览人员及现场布置人员共14个职缺,工作日期为2月15日至3月15日,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到晚上10点,周五至周日早班早上10点晚上6点,晚班下午5点到晚上11点,工作薪资为时薪150元。 征才时间为1月19日下午1点30分至4点30分,地点为飘子就业中心地址嘉义县蒲子市嘉飘路西段87号位置为嘉义掌耕医院对面举办台湾灯会系列征才活动。 欢迎代言民众或想兼职的求职朋友参加可洽询05至362万1632。